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这个单位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聊聊 在这个申请大学的路上 我们的华人家长 最容易犯的是哪些错误 再次欢迎万里法律教育集团的 萧律师还有梁律师 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刚刚讲的 属落父母 属落父母亲 其实讲几个都非常大的重点 那其实也是可能 父母亲一下之间 可能观念上要自己做一些调整 心态上要做个调整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是 我们父母亲最容易犯的错误呢 就是我们华人的要面子不要理直 他觉得家仇不能外扬 当然咯 就是说我们的小孩子 这个太完美了 分数太高了 那AP太多了 结果就走高分独木桥的路线 那事实上呢 你知道你的审核观也是人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可以把你不完美的地方 用很生动描述的方法 你就可以体现你的不完美 这时候才是真正可以打动人心 也就是说你的不完美 其实更能够凸显你现在的优异 对不对 是 因为呢 我们叫这个婚言 中文翻译成情境 就是说你要show not tell 你要讲的一种情境的话 你要用一种图像式的描述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 你才可以引领这个招生办 带入你的生活里面 那这个时候才可以感动人 所以你的写作的技巧上 就非常的重要了 对不对 是好像一个故事 你不能说 我做很多医工 我拿很高分 分就好像是个上流水帐一样 一个一个列出来 那下一个人就说 我们家庭没有什么不完美 所以我们就从直系血经开始想起 我们有四个主父母 我们有两个父母 还有自己的兄弟姐妹 还有自己 有八个人 你每个人都完美吗 可能的事情 总是有一点relationship 关系里面有一点冲突吧 所以您觉得这是一个卖点 是冲突 本来这个故事 你看小说都是有冲突的 就是说你有冲突之后才会 你这个故事才会生动 才会 其实我知道说 就像你刚刚说的 这个审核官他们都是人 所以他们也都是经历 非常丰富的人 也是在生活 也是在生活 所以他们更能够去了解说 为什么家里面会发生什么这样子的事情 才能更容易感受 你有点不完美是可以磨练你 如果全部很顺利 那你去大学有可能碰到困难就很难 而且全部很顺利 你就会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boring 是 非常无趣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对你最棒 对我们这里在Hollywood 电影都有conflict 不可能顺的 有underdog 对就像拍电影一样 你要怎么样把自己的不完美讲出来 打动人心 那在生活上有很多平凡的琐事 但是你可以用写作的方式 写成一个非凡的一个文章 其实这个真的就是很多我相信有很多家庭不太 比较没有办法去注意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记得上次有一个你的一些学生来到节目当中 特别跟他们聊聊 他们就是觉得说我的家庭这就是我的人生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平凡或是不平凡 这就是我的人生 可是当有一个第三者 比如说梁律师或肖律师看到你的故事之后 觉得说你这个非常不平凡 这个就是大家要找的一个特质 那就是好像Hollywood director的功夫 没错 怎么样写出一个不凡的故事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一点点不凡 那其实这个不凡当中可能掺杂了泪水 掺杂了一些这个辛苦 但是都要应该把它包括这些 对啊 我们那个Oscar上个月刚出来 每一个都有不平凡的故事 这有一点conflict啊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是有我们有一个小孩子 他是写修车 那这个时候修车就可以修复父子之间的感情 他本来父子有有一点conflict 是是是 他们但是共同修车 把他们的relationship fix 其实修车是一个很平凡的事情 但是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 还有他跟他父亲之间的关系 这个修车变成了一个媒介点 让他去修复彼此的关系 那我们非常感人 对我们意思不是每个人去修车 那如果你是女孩子跟妈妈一起洗碗 对对对 跟妈妈一起煮菜 就是像有时候呢 比如说很多小孩子都是从平凡当中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 从平凡当中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 大学就看你 希望看到你平凡生活是什么人 不是突然去欧洲或者非洲一个礼拜 了解 所以呢其实要展现自己的强处优点 但是呢也不要因为这样而去老是 蒙蔽自己的缺点 因为你要借由这些缺点 才能够彰显出说你的优点 强项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们基本上呢我们是想提供一个宏观的一个战略 给大家就是说除了这三个常犯的错误之外呢 我们还希望大家在生活里面可以找每一个人可以加分的东西 然后有策略 然后不盲从 没错 所以这样子呢爸爸妈妈就不会再随便心服气躁的骂孩子 召集骂小孩 然后呢对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观念 非常谢谢两位律师 那当然了免费的讲座能够跟两位律师当面的来约谈 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也许每个家庭的状况不同 我相信两位律师可以很很锐利的可以指指你们的问题 看说你是不是哈佛的料 是不是史丹佛的料 伯克来的料 伯克来的料 没错 谢谢两位律师的节目当中 谢谢您 谢谢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我是万女律师 我会帮你进去最好的学校 争取最多的奖学金 谢谢大家